这盆猪子花已经缓了一个星期了 目前看来的话 只有下面一些老叶子出现发黄的现象 其他都非常的正常 现在就把它搬出去正常养护 我就把它放在这个地方养 这个地方每天可以晒到 三到四个小时左右的这个太阳 对于猪子花来说 是够它的生长和开花了 因为这个猪子花 它是喜光但是也能耐阴 就是如果光照充足的话 它的这个叶片没有这么的绿 但是开的花会更爆 如果是放在不怎么晒到太阳的地方 叶片是非常的绿 但是开花又会相对更少一下 更少一点 而我的这个地方正好综合了一下 所以这个叶子也会更绿 开花的话也还不错 另外呢 这个猪子花它是有点耐寒 也有点耐热的 就是说如果这个温度在零下三摄氏度以上 都是可以安全过冬的 如果北方地区的话 冬天还是要搬到室内去养 我这里的话放室外就没有问题 然后这个耐热性在南方地区都没有问题 那北方就更不用说了 夏天可以在室外来养 如果是在家里养的话 建议可以放在这个客厅 靠近这个南向阳台的地方 或者是南向阳台的长脚跟来养 还有就是这个猪子的话 它是非常洗湿的 我这个地方的湿度可能不够 后期的话还要想办法给它增湿 可以在它周围给它喷水 不是花期的话 还可以在这个叶子上喷水来增加湿度